今天是黎明哲被中國關押逮捕的B619篇 去年的11月28號,中國是以李明哲在他的臉書、微信、QQ上面的網路言論 被中國政府以貼付國家政權罪探下五年的重刑 在今年3月開始,家屬每個月都有去探監 但是去了五次,到今年9月之後就開始又被拒絕探監了 後來又有被疑間的訊息,到目前為止是音訊全無 所以他的狀況令人擔憂 11月15號,國際人權聯盟FIDH又發出緊急救援 再次呼籲中國立刻無條件的釋放李明哲 聯合國之前秀李明哲個案的非志願及強迫時鐘的工作小組 也多次來信詢問李明哲家屬現在探監的狀況 並且他們表示已經對中國政府採取行動 其他衛國大使館也都有表示關切 所以我們今天開這樣一個記者會就是在他宣判一周年的日子 那我們也呼籲台灣的政府應該要積極的採取措施 然後向國際社會發出呼籲 來確保李明哲的人身安全及他的身心的健全 李明哲先生是中國實行的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後 第一位被關進中國監獄的境外非政府組織的員工 他多年來在支持公民社會組織以及社會運動 在去年的11月因所謂的中國遍覆國家政權被判一年徒刑 李明哲的妻子李靖雲女士自9月最後一次探視之後 至今被中國御方兩度拒絕探監 御方從未解釋為何在如此短的時間多次疑監李明哲 以及拒絕並延後李靖雲的探監 明哲夏洛布寧他的健康狀況跟在監獄所受到的待遇 也都令人非常優心 而這一切也都違反了國際囚犯待遇的標準 所以全球的國際特色組織 再度於11月21日於台灣時間的晚上 啟動了全球緊急救援 強烈譴責中國對良心辦的迫害 國際特色組織要求中國政府 第一 立刻無條件釋放李明哲 因為他只是和平行使他表達意見的權利 他並沒有犯下任何罪 第二 在李明哲等待獲釋的期間 必須確保他免受酷刑和其他的虐待 並在居留期間能定期必要使不受限制的 獲得與家人接觸的機會跟醫療資源 在這邊也代表全球的國際特色組織的朋友 一起來關心李明哲的狀況 並要求無條件釋放李明哲 剛剛才開完票選舉完的這樣的一個溝通結果 其實也都不斷地在反映 中國對台灣的影響的問題是越來越大 然後對台灣的人選體 也論自由的影響是越來越大 很多人就不斷地去講說民主能夠當飯吃嗎 民主能夠當飯吃嗎 你現在飯都吃不飽你還管什麼民主 尤其是我們看到這次很多的選舉 選舉結束之後很多人去講說 好 我們是不是更要往中國靠攏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非常可怕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你想想看在昨天 我一個中國的獨立的導演文海 他發了一個臉書 然後他PO出了一個訊息 在中國有一個旅美的中國籍的攝影家 叫做盧廣 他長期都在拍攝很多的工業污染跟貧窮 然後他得到了尤金史密斯的人道攝影獎 非常了不起的一個攝影家 結果他因為上個月底到中國新疆去參加一個參訪 做一個作品的交流 結果沒有想到被抓了 到這個月的三號開始 沒有任何的 他的太太講說沒有任何的文件或通知 就不見了 人就不見了 也許很多人講說那是中國人管他什麼事 其實長期以來不要講說是我們看到這個盧廣這個攝影家 即便是我們台灣的禮民者 還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所以我看到這件事情 我也想說如果將來 我們真的跟他變成一國了 跟中國變成一國了 你覺得今天還會 各位都還會站在這邊去參演女民者嗎 可能就跟盧廣一樣 全部都不見了 沒有人會去聲援了 忍沒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忍沒讓台灣努力三十年最重要的價值 民主自由 人權跟法治 你會讓它變成泡沫 我要講一個小故事 我們這種團體 時常會辦一些有關人權 有關很多議題的活動 有一次我辦的活動 連山連海 我跟往常一樣 聊起手機 想要記錄下 這一天有多少人來參加我的活動的時候 有位中國的教官學生 就親近的走過來說 您是孫先生嗎 我可不可以有個請求 您可不可以要把我們正面的照片 PO上一個網絡 因為對我們來講 這可能是一個風險跟危險 沒有自由沒有民主 就一定會有恐懼 所以我們這一群朋友 發起台灣人給明哲的365封信 這樣的一個行動 我們會邀請更多的朋友 除了我們在座的朋友之外 我們每一天會寫一封信給明哲 告訴他 告訴他台灣今天發生了什麼事情 告訴他我們今天做了哪些事情 其實跟過去 他在台灣做的事情是一樣的 接下來 臺北市也即將在下個月 立刻就要舉辦 所謂的雙城論壇 那我想我們在這邊也要呼籲 柯文哲市長 藉由這樣的一個可以跟中國的 高層的官方代表見面的一個機會 也應該要去為台灣的公民 以及人權工作者 李明哲先生說話 並且針對他的被任意遺堅 還有這個家屬的探權權利 一戰的被拒絕要表示抗議 那作為一個台灣的首都的市長 應該要去跟中國進行一個 這樣的一個正面的公共對話 我想特別是在台灣的政府 包括陸委會 等官方代表 根本都沒有任何的機會 可以去跟中國的官方 有任何的一個實質的對談 的機會的時候 我希望未來這個台灣政府 其實我們在立法院的時候 也有持續的要求 陸委會還有其實 包括外交部還有各個 中央政府的相關部門 在跟中國進行任何的交流 或是對談的時候 乃至於在國際的場合的時候 應該都要把這個人權 人權的議題以及 釋放到關押的台灣人民 乃至於跟其他受到關押的 其他國家人民應該要被釋放 或是被關切的這個訊息 應該要不斷的提出 那這個是我想 我們這些中央政府相關部門 在國際場合裡面 責無旁貸的責任 那也是我們立法委員在 國會裡面會持續要求的 那另外一方面我想 關於台灣自己的部分 有一些 有越來越多的 我相信很多的維權人士 或是這些藏人朋友 他們在流往海外 在顛沛流離的時候 台灣是他們一個 一個可以盼望 可以期待的一個地方 那像這個之前的黃燕女士 她來到台灣 當然這個外交部等等相關移民組 相關單位 協助她有在台灣 這個值得肯定 那難民法實際的來去制定 可以清楚離訂 相關事務的作業程序 收容機制 還有相關的規範 讓這些受破壞的人 可以得到比較完整的這股庇護 尤其也不會因為 有一天如果換了政府 我們就不保護這些人 我想制定一個 有人權觀念的這個難民法 以及訂定出一個這樣的機制 讓台灣的人權保障 是一個不管是 在任何的時期 都能夠成為國際上面 受到壓迫的人民 他們可以期待一個希望的所在 觀看 Collins 觀看